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来山上找野味了 好久都没有吃植根了 然后今天我们来山上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我们去去年我们挖的那个地方 因为去年我们挖的时候 我们又把那个旅途给盖起来了 估计今年的话应该也是会长的 我们还是上去看一下有没有 被吃给吃到了 小心一点不败 应该就再自一片了 因为呢现在还没有开春 然后它的那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 如果是说是开春的话 那个叶子会长得自一片全部都是的 现在我们先挖一下有没有 现在的话是看不到的 抬开野瓜 好看下去你能不能挖过了 然后这个土非常的软 看一下这些 哇 一扯就扯出来了 这个植根呢是唇野生的 一挖出来就有那个香味的非常的香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是吃不了这个味道 但是呢在我们这边就是很受欢迎的 这凉拌就是最美味的 看一下一挖就挖得到了 像这种植根呢是这种白色的 然后有一节一节的 然后这节节这里还有橙式的 已经挖了半倍了 这个估计还没有长得那么好 还没有长得那么多 估计到开春的时候应该长得会更好的 现在我们先挖一点回家吃 本来是如果光我们吃的话是用不了这么多的 因为邻居家的女儿就是刚好 明后亭要结婚要拌酒席的 然后呢就 来到山上了就顺便挖一点给它挖回去 因为在我们这边 拌酒的话是少不了凉拌菜 有凉拌菜的话必须得有嘴根才好吃的 哎呦 把他夹来了 我都拍我拍视频 我来的好多给他拿到那些摸摸摸带来 哦 你不得了吗 嗯 我要见到你 你还有吗 来 来 你给他拿到那摸 你给他拿到那摸摸 我要拍视频 上面 什么意思呢 至少 큼zeitig 我们留了一餐给我们吃 然后剩下都给邻居的阿姨了 因为这个也要吃新鲜的才好吃 吃完了我们再去玩